在这个视频中,我来讲讲如何利用数字盒来解决有关的数字谜问题 首先,我来介绍一个非常有用的结论 在做加法运算时,每进一位,盒的数字盒就比加数的数字盒减少9 简单计为进1-9 咱来看个具体例子,比如28加7等于35 其中有一次进位,加数的数字盒就是2加8加7得17 盒的数字盒则是3加5得8,那数字盒就减少了17-8得9 这其实也不难理解,由于各位满时就会向十位进一 那各位的数字盒就会减少10 而十位的数字盒则会增加1,因此总的数字盒就会减少9 同样的,如果有两次进位,数字盒就会减少18 验证一下,加数的数字盒是2加8加7加7得24 盒的数字盒是1加0加5得6,数字盒确实减少了18 如果一个算是有三次进位,那数字盒就肯定减少了27 也就是说,有几次进位,数字盒就减少几个9 进一步的,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既然每次进位,数字盒的减少量都是9 那如果用加数数字盒减去盒的数字盒,所得的差也一定是9的倍数 利用这个结论,你就可以解决一些看似棘手的数字谜问题了 比如从1到9这9个数字中选出8个数字来填入下面的算式 问你哪个数字没有选 如果你直接动手去填这个数字谜,那还是挺麻烦的 不过你要是利用刚才咱们讲过的结论 从数字盒的角度来考虑问题,那就简单了 1到9的数字总和是45,逃去不选的数字,用圈来表示,就是加数的数字盒 而盒的数字盒很简单,加一加就是19 用加数的数字盒减去盒的数字盒,所得的差就是9的倍数 45减19得26,也就是26减圈是9的倍数 那究竟是9的几倍呢? 试一试,9的两倍18,满足条件 那此时圈就是8,这就是没有选的数字了 在上述过程中,最重要的就是将加数的数字盒与盒的数字盒分别求出来 再将两者作差,让这个差是9的倍数 刚才这题要填的数字都在加数当中 那如果连盒当中也有数字要填,又该咋办呢? 比如,将0到9这10个数字填入下面的算式中 使算式成立,问你最下面那个方框填几 还是利用数字盒来解决问题 0到9的数字总和是45 把最下面那个框所填的数抛去,就是加数的数字盒 而合的数字盒就是2加框加1加5,也就是8加框 将两者相减,所得的差就是9的倍数 打开括号,变成减8减框 45减8得37,两个框合并就变成减2乘框 那37减2乘框就是9的倍数了 那究竟是9的几倍呢? 试一试,只有9的3倍成立 此时框等于5 这就是答案了 以上就是我要讲的如何利用数字盒来解决数字迷问题 对于这类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将加数的数字盒 与合的数字盒分别表示出来 再将两者作差 让这个差是9的倍数 利用这一点,你就可以进一步解决问题了 怎么样,明白了吗? 如果明白的话,就自个儿动手试试吧 来吧 再来吧 再来吧 感谢观看